雷歐聊四季 天天都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3v3的團戰上坡比賽 這場比賽是TCT比賽 這個比賽的特性是城鎮中心被摧毀之後 就會立即落敗 而且不能開立額外城鎮中心 所有的玩家都是單TC開打的狀態 所以這個比賽也是相對來說有點娛樂性質的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文明的部分 先來介紹一下葡萄人 葡萄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黃金冰 全部都是八折優惠 不管你是要出這個僧侶 攻兵騎士 通通給你打個八折 打到五折 葡萄人他的火器單位也是特厲害的那種 所有的火器單位都可以受益於彈道學 每個火槍都打得非常準 還有這個火炮也是 火炮塔也是 所以葡萄人算是一個非常強的文明 尤其在團戰中是很常看到他的身影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綠色選擇的文明是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村民單位 造價非常便宜 而且他的帝王駱駝是駱駝界的天花板 攻擊速度極快 印度斯坦人他的火槍還可以射成最遠 入獄到對方的工兵單位還有古拉姆 用這個高遠防的單位 而且還可以串燒敵方的工兵 所以簡單來說 印度斯坦人是一個全能型的文明 在船隊來說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存在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伯利蝶人 伯利蝶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射程非常遠 城堡世代開始會有加一射程的優勢 但風格世代來說他是會暫時被壓制住的 他前期的吃羊優勢其實還蠻強大的 但是他在工兵的一個對射情況下 他的優勢會比有母子環的文明稍微弱勢了一點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薩拉森人 那薩拉森人他的步工兵單位也是蠻厲害的 因為他步工兵打建築有外增傷效果 不管是要打對方的房子或是木牆 所以快速突破進去的 那薩拉森人的中後期也可以轉出強奴、馬功、努力兵、駱駝 都是他的一個後期能選擇的打法 那薩拉森人他的買賣也比較便宜 而且他的四級造價也比較便宜 不管怎麼說薩拉森人在於打團戰或是單挑來說 都是非常強大的文明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玩薩拉森人時需要更注意使用這個買賣 去做經濟調節會更適合一些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黃色選擇的文明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騎兵單位有這個20%血量加成 這個192遊俠說的就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前期吃果子速度很快 而且有免費的農田技術 經濟來說以團戰來說是不弱的一個文明 但他的肉碼也可以大量去生產 那法蘭克人的後期他的要點出192遊俠才會比較巨大的優勢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紅色也是選擇的不利甸 那我們就直接跳過 那這兩邊有兩家都選擇了不利甸人 當然大家都對不利甸人這個文明有點想法 可能想要用射程優勢盡可能去poke對手 可能有這個想法存在的 好 那大家升級時間都非常的相近 好 17P 17P 18P 16P 來看一下這個16P的這誰啊 不利甸 哇 道特 那不利甸在這個前期的優勢來說 因為他吃洋蔬都很快啊 所以肉類或許更快 所以這邊直接升到了16P身風 然後高處下一個軍營 然後來下射箭場 確實蠻適合打這個外加不利甸人 好 但是如果你是1索碧亞的話 那你的弓兵呢可以更快點下這個1級射 不會有這個段落問題 但不利甸本身也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他的失落剛很快 我剛剛講過 所以他這邊可以點下1級伐木 然後1級...1級射 也OK 好 這邊看一下道特已經點下了射箭場了 好 那看一下葡萄這邊 葡萄這邊是選擇了正常開局 肉馬開 而不是弓兵開 這個有點怪怪的 外加不打弓兵 打肉馬 而且又是葡萄牙 這個八折弓兵放棄了 好 那家是印度士坦 外加是不利甸 那這邊2家呢 是薩拉森人跟不利甸都是打弓兵喔 好 當然你們可以看到 薩拉森這邊雖然慢了幾村上去封建時代 但是他可以下兩個射箭場 那道特這邊雖然16匹上去了 但經濟非常不慘喔 這邊要補第二個射箭場 需要一點時間喔 好 弓兵第一隻出來 好 塔塔這邊弓兵兩隻出來 其實出來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好 這邊是二槍兵二弓兵開始出門了 好 走的地方要去打對方的不利甸嗎 這邊看一下兩邊的操作細節 好 弓兵稍微反擊回去 好 右邊再比一個房子 好 塔塔第一時間沒有攻擊外加的葡萄牙 而是選擇走了中路 很想要繞過去喔 後面有一隻羊 不是羊 是狼 OK 狼殺了過來 看一下不利甸這裡 繼續按弓兵 後面有刺猴在打 但槍兵好像沒有第一次防守到死了一村 奧頭被偷了一村有點尷尬 好 那這邊槍兵要繼續防守了 弓兵不能停喔 看一下右邊的發展如何 現在看到赫拉這邊是三隻刺猴 然後在不利甸的外面聚集中喔 好 右邊補了一個刺激 殺生了我們剛開場奇道 木材只要75木頭 好 這裡迅速的快快走起 然後把這個經濟再拉起來一些些 好 那刀頭這邊是應該毫無懸念了 好 可以繼續用這個弓兵去騷擾 那這邊巨手直接起了一個箭塔做防守 然後就去用肉馬去騷擾DOT 但DOT家裡已經有很多槍兵 也開始把家裡給圍死了 好 這一波 肉馬 DOT肉馬也在這裡 一起打下木槍如何 好 看一下 好 射一下村民 好 後方繼續圍死 好 繼續射 繼續射 好 這邊應該是沒有辦法射死任何一隻村民 兩隻弓兵 還是有點偏困難 好 看到這邊 這邊是法蘭克 然後遇到了印竹斯坦 跟葡萄爾的肉馬 兩家肉馬給HERA極大壓力 這裡已經被迫斷出了槍兵 好 射馬雖然也不能變少 但法蘭克人這邊封建時代也沒有品種 可以點 他就只能靠天生的20%的血量優勢 補4滴血 再上45滴 那如果待會對手點一下品種的話 法蘭克人就會陷於劣勢 這一點玩法蘭克團戰時 需要特別注意 對手沒有點品種 這件事 好 這裡看到葡萄爾 這邊還在繼續繞家 法蘭克這邊就去燒了 欸 打出了一個洞來 印竹斯坦這邊出現了防守漏洞 但好消息是 這邊果子已經吃完了 這也被入侵進來其實也沒差 他村民拉到後面去一個伐木 挖個石頭 繼續種田 我們是OK的 好 到時候這邊的工兵開始慢慢集結起來 好 外加的不列爹 工兵單位在哪呢 已經來到這裡了 13隻的數量 那薩拉斯人現在家裡並沒有太多工兵可以守 欸 有人在這邊防守 交接地帶 但數量上有點劣勢喔 13隻對上10隻 哇 薩拉斯這邊被擊殺掉了兩隻 現在數量上明顯的劣勢 8對12隻 趕快走 趕快走 好 這一波大戰看一下 到時候這邊的工兵 背後幫 印竹斯坦的洛馬給追擊 看這邊 薩拉斯的洛馬扛住了前線 瑞典這邊的少量槍兵也做到了非常大的效果 戳掉了非常多的洛馬 哇 這邊兩隻槍兵立大功啊 戳了5隻洛馬 所以說外加工兵果 還是要帶領槍兵出門 這次再解釋了 真的打起來的話 這兩隻槍兵可以做到很大的效果 好 那現在薩拉斯人的工兵 在佩拉家裡做防守 這時候塔套 薩拉斯人經典下的城堡是在一起伐木 這時候才補 並沒有想要跟對方暴攻兵數量 這裡偷射一下一隻村民 但沒有收到 這裡繼續給壓力 印竹斯坦這邊開始有麻煩了 手不拆住 好 被拆掉一個馬舟 小揮一下 好 這邊工兵 很可惜啊 哎呀 還是點掉了一隻 黑歐拉這邊拉得很快了 但是對手的工兵也是點得很好 都點到那個殘血了 哎呦 再一隻有機會嗎 這邊操作 哎呦 又再次嗅到了 好 這邊高打第一 看來是有想要解決這坨工兵了 這邊工兵雖然來到了14隻 但其實這邊升城堡實在之後 再上也不辭啊 好 這邊偷掉了一隻工兵 好 空間這位置 稍微來看一下對決 好 這邊打鬥 然後看起來沒有太大的兵花 兩邊都是打得比較等城堡時代 才打一波的想法 好 這時候對手不列接 這個已經點下了儒兵的升級了 後面薩拉斯人緊追在後 這時候黑拉的法蘭克 肉麻過來貼在臉上 對著這些工兵一陣爆砍 這裡甚至連甩弓都不想甩嗎 好了 開刀甩一下 好 變成奴兵了 這邊印度斯坦的肉麻這時候才趕到 但現在工兵雖然有點劣勢 要趕快再集結一波才行 這時候不列典的工兵優勢開始出現囉 射程非常的遠 看薩拉斯這邊也升上去 好 兩邊都是二級射 好 五加二 五加二 但是 薩拉斯人是五加三的射程 這邊要小心喔 薩拉斯人這邊要趕快補下大學 點這個彈道學 薩拉斯人一上層就點彈道學 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 現在他的工兵將會射得非常非常的久 等到你會懷疑人生的那種 OK 彈道學補下 這時候薩拉斯 這裡是補下的二級伐木 大學的部分應該是慢慢補 這邊繼續往下走 好 稍微B陣 躲掉電石 好 看到學中已經研發好了 這時候就是不列典築場 好 這邊工兵只有12隻 這邊不列典在後面拖工兵 先拖洛瑪嗎 那薩拉這邊在讓洛瑪一直移動 好 這邊有幾隻騎士再攻擊 但這邊是高打低的關係 殺身人慢慢打出了優勢 先射對方工兵 優先射擊 這邊是學徑 非常正確 但是到達的不列典 工兵全部被收光 凡克趕快派騎士過來前線幫忙 不過他這邊騎士雖然也是很多 趕快八角掉了 順下的工兵單位 好啦 巨頭戰隊 在這一個退戰中 有點稍微失利了 並沒有打得很好 反而是讓對手 這個德國戰隊 這位三位德國玩家 拿下了一些優勢 OK 看起來 道德這邊還是要先點下 戰道血了 才可以拿到一點優勢 這時候才剛研發好而已 好 當然遊戲還沒有結束 現在雙方還沒有輕易放棄 HERA這邊在掌握敵軍的動向 當然是要朝著HERA這邊打 似乎意識到HERA只要一倒 其他兩架也會隨之瓦解 三家兵力聚集在中路 準備要來MID OPEN了嗎 中路放推 這也是我們的EV7 AI的名字 MID OPEN 好 這邊看一下 要不要射擊上面那一隻呢 欸 跑掉 好 往後拉 後面攻兵繼續追 這裡右邊過來 好 先撞到了兩邊的騎士 但... 不要尖 這邊法蘭克直接往上硬吃吃光了 哇 沒想到葡萄牙直接放生隊友 可能不利點跟他說 你快跑 別理我 結果道特這邊 跟薩拉森 卡套了兩架的攻兵 數量實在太多了 勸退了對手 像葡萄牙人這邊的騎士 是有二級馬卡 也有品種的 那這邊也要等一下印度士坦 印度士坦這邊只能出駱駝 好 陸駝正在量產當中 先記得稍微補回來一點 補一些新的馬就 好 這邊繼續追擊 好 這裡有少量的刺猴 抓掉了赫拉的僧侶 雖然這還抓得到 好 看一下 左邊這個位置 菩萄牙現在被大軍壓力 到了門口 現在能支援葡萄牙的人 也就只有印度士坦 到這個不列列呢 現在3-3來死 而且他們來支援的位置 很有可能會打不贏 好 大家要看這邊包夾 包得好不好 過頭數量夠嗎 騎士數量26隻 這邊大決戰 兩邊細節準備要拉好拉滿了 殺生人這邊有點沒有空好 送掉了幾隻弓兵 好 這邊要上了 滴掉了房子 但下方的木牆 居然沒有滴 菩萄牙的人是不是忘記 這個木牆了呢 後面的一路閃路 躲在後面一直卡住 沒有很好的有輸出空間 後面的不列列的弓兵也是往前 但法安克 HERA的騎士在後面 直接開始攻擊後方的弓兵 後方 不列典的弓兵 開始遭到數量的下降 但正面用大量駱駝 將騎士順利收掉了 殺生跟不列典的弓兵聯軍 還有HERA的騎士 也被全部吃乾抹盡了 哇 這幾波會戰打得有來有往 反正這波包夾有料 而且印度斯坦的駱駝 在城堡時代這個時間點 算是蠻厲害的 攻擊速度很快 其實定位跟曲折羅勒很像 都是非常強大的駱駝文明 OK 這邊殺生人的弓兵再次集結 不列典人在家裡先防守一下 等一下後面的弓兵回來 其實慢慢過去 卡蘭克這邊來偵查一下 撞到印度斯坦的少量駱駝 他的駱駝大隊在這裡了 HERA這邊是想要先帶個風向 看這個風向可不可以往敵方家裡倒 不要在自己家裡開戰 HERA這邊很有想法 這邊衝過去打個不列典人 一些村民有點打掉了 這一坨騎士趕快拉走 這些騎士來拖一下時間 還不錯 家裡已經被駱駝砍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可把家裡有點受到了損傷 左邊倒車這邊的弓兵 是要自己一個人自幹了嗎 一人推進 好 殺生過來救一下HERA HERA這邊的騎士數量並不是很多 原來他們這邊還在重新集結當中 這邊正面最好是不要開打 這邊讓薩拉生人去射駱駝就夠了 好 高特把弓兵斯拉回家 薩拉也會偷彎黃金跟吃野味嗎 有點想法囉 好 攻兵斯武來到了可怕的54隻 倒車這邊的攻兵斯武完全沒有怠慢 一直暗一直爽就是這樣子概念 超多隻 這個團戰看到60隻的奴兵真的會崩潰了 那如果他這邊單踢一次又趕快速上帝王 那是絕望中的絕望 好 這邊攻兵 射得很快 好 上高地 防守反擊一下 高打低的效果非常好 駱駝完全打不贏高地的攻兵 哇 直接被射穿 剩下兩隻了 好 下方這裡有一波集結 昨天今天貼到了薩拉生家裡的門口 左邊黑拉過來救贏一下 看左邊的倒車一個人自行往前推進 大量的攻兵 能夠守住嗎 葡萄牙 但葡萄牙的前線騎士也在這裡 這就是唯位救兆嗎 好 騎士上前 好 第一時間被抽掉的第一隻騎士 第二隻也被秒殺 第三隻 第四隻 騎士在後面想要包夾起來 一致排開 後面不列電開始輸出 這裡直接往左低了木槍出去 攻兵單位這時候在打後面出來的攻兵 攻兵現在出來是來送頭 但沒有辦法 這裡一定要開打 現在黑拉也是聯盟趕到了前線支援 現在薩拉生的主力攻兵單位只剩下二十隻了 二十隻的話造成騎士傷害 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再有大量輸出 左邊騎士一直在砍這邊的攻兵 這裡直接手撕城的東西有機會嗎 後面的攻兵開始反擊了回去 這邊法蘭克的騎士 扛住了大量不列電的攻兵傷害 慢慢的打了進去 左邊這邊長攻也是 不列電利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射掉了敵方 葡萄牙的城堂東西 葡萄牙直接被劃現 失去了比賽 遊戲的能力 這時候對手全部搭錯了拒絕 我們恭喜聚羅戰隊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靠 這把比賽正是大 太漂亮 DOT一個人 用了五十四隻的攻兵 長攻直接射穿 葡萄牙的城堂中心 葡萄牙就直接被劃現去全了 那這邊塔塔也是差一點點 就城堂中心被拆爆 如果被拆爆的話 塔塔這邊也會瞬間 失去遊戲的資格 沒有想到這個城堂中心這麼的慘 這也是因為 印度斯坦本身這個單位 駱駝攻擊力 基本上還比騎士還要低 所以拆城堂中心的效率 本來就沒到那麼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不列電人拿到了 最多的勝利 這就是經濟流的DOT 比起DOT在開稿 我更喜歡DOT打經濟流 他的經濟流是真的猛 我覺得比開稿還要強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拜拜